一名独自到派出所投案的犯罪嫌疑者 疑似犯下多起谋杀案 但嫌犯却失控否认全部案情 让一桩桩扑朔迷离的案子更添神秘 9月17号上映的国片《影子背后》 由八点党演员白家琪、谢成军、吴东彦 领先主演 烧脑悬疑的推理题材 让男女主角很有心得 所以在过程当中 其实跟宰哥有很多眼神交汇的时候 我记得有一场戏 他问我说你蛮会演的嘛 然后我马上忘记我在演戏 我跟他说因为我是一个演员 就是哇他的那个说话方式 让我觉得好真实 电影改变导演李世伟的短篇小说《罪恶心房》 并找来好友蔡坤婷共同指导 窥探一名精神犯罪者 不断在自我欺骗与救赎中纠结 我就想要用这部电影去表达说 影子背后它让大家去 现有剧情里面去探讨人性这个议题 为了请观众支持国片 演员们也努力电影宣传 在媒体特应会上玩起猜特条游戏 猜对有加码包场看电影 猜错的演员则现场接受惩罚 元气满满的邀请观众 进场一同拼凑出潜藏在影子背后的真相 记者温云郡台北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